开飞机真的要非常小心 不过能飞战斗机是件很酷的事 可是想要驾驭战斗机的飞观 守护台海安全 从帅气的装备到精实的训练 今天UDN军情局就带您到空军的四动摇连队 看看想飞F16有多难 穿上抗菌衣 戴上头盔 理完各装还要先测试面罩无线电 整装座序就要出发 F16帅气升空开始训练 但一早的飞行任务并不是这时候才开始 飞行从前一天就开始 如果是训练的话你就必须知道 你今天要训练的对象是谁 那你要对他做怎样的训练 那如果你是作战任务的部分 那当然一样前一天的准备是不得过去的 B1B1的科目的话 今天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大陆科目 所以在进入科目之前 我们做完G-check之后 检查到你自己今天对这个 G-E的侵应力是否应该好 飞行前至少两小时要先进行任务提示 了解当天天气状况 备用机场等注意事项后才能正式出发 完成任务两架F16顺利落地 飞行员要先到作战室任务归寻 检讨细节有哪些缺失 才算完成一次飞行任务 看了AVTR带 那有指出来你的缺点 你也可以跟教官讲说 你想要去听他们提示到归寻 你可以看看别人犯的错误 因为别人犯的错误 你也有可能会犯 所以你就是拿别人可以来做 当作借机 执行了多少飞行时间 我们就做多少时间的归寻 所以通常一个早上 如果是八点飞行的话 六点提示 九点落地 大概归完旬才会是中午 有的飞官结束归寻 要到警戒室待兵 万一有紧急状况 无论天后必须要在最短时间内起飞 担任警戒它是一个战备的任务 一来就是要保持精神的清楚 有任何状况 可能就是要挑战战斗机 对来犯的体积或者是不明积 做后续的各项的状况而判斗 不用轮值警戒的飞官 则是利用时间运动做重训 毕竟F16在空中 经常要做出最多高达九个G的剧烈动作 可不是闹着玩的 颈部肌肉也要特别加强 会在空中的话因为带局 那你的脖子会要输到体积 所以要将脖子这边稳定住 所以我们要特别加强颈部的肌力 飞官每个月比地勤人员 多出两千多元的空勤副食费 不论是伙食菜色还是营养的补充 都比地勤好一些 晚餐的话部分我们会提供比较多的面食 那那个面摊就是纯粹给教官 自助式的 那他们想要吃多少面 他们就自己煮 搭配我们的酱料或者是汤底 再复习一下你的就是战术的知情 State的预表 我们的正常自私化的通话程序 晚餐后的夜自习时间 飞行员可以准备隔天的任务 也能跟教官讨论需要加强的训练科目 并带上专属于自己的葵花宝典 教官可能把他的经验 他的类似你讲的宝典里面 他的资料给我 那我可能就看了之后 我就会整齐了 其实你只要通证好之后 这本是你的 你就知道你要在哪里找这些资料 找这些答案 基本上我们每一个飞行员 不管是谁 都会有一个个人的一个算是空秘籍 因为每个人在空空草棍中 他都有自己的心得 从你开始学飞行一直到 之后你可能他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的 夜自习往往是一天最后的行程 也是飞行前重要的准备工作 帅气的飞行装下 空军建而肩上承担的无形重担 一刻也不敢放骚